只因四岁女儿长得不像自己 丈夫坚决要做亲子间谍 镜头前的男人叫小赵 今年三十二岁 五年前他和妻子梁丹相识于一次朋友聚会 小赵年轻帅气活泼开朗 梁丹气质优雅美丽大方 虽然梁丹比小赵大了整整九岁 但两人一见如故 迅速坠入爱河 颜值颇高的二人在朋友的祝福下领证结婚 还迎来了一位可爱的女儿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赵发现养了四年的女儿 看起来和自己越来越不像 还经常听到外人的风言风语 想起妻子怀孕时的种种异常 小赵心生疑虑 渐渐认定这个女儿并非自己亲生 然而当他将这一切告诉父母时 不仅没得到理解 反而和妻子合起伙来咒骂自己 甚至被赶出了家门 现在就是被家里面赶出来了呀 为什么是被赶出来的 我差不多快一个星期了 为了了解事情真相 记者随赵克志回到家中 可刚一见面 二人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出人意料的是 妻子梁丹竟然爽快地 答应做亲子鉴定 这与赵克志的描述大相径庭 梁丹虽已年过四旬 但皮肤白净水嫩 有如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因此不乏众多追求者 据他表示自己常吃一康诺威 孩子才五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出去工作了 然后你看所有的家用啊 包括孩子的奶粉啊 尿布啊之类的全部都是我 都说女大三爆金砖 丈夫爆了三块金砖 却不知道珍惜 她直言赵志早已对这段婚姻没了想法 连下家都已经找好了 说爸梁丹向记者展示了赵志 与其他女人的私密聊天 以及多次外地入住酒店的登记 面对眼前的证据 赵志泽坦言这些行为都是有意而为之 目的是让妻子好好掂量掂量 自己随时都可能离开 至于上海酒店的登记记录 她解释说自从发现女儿长得不像自己后 因为心情不好为了散心 才一个人出去旅游开的房 二人各执一词 一时间分辨不出谁对谁错 这时小赵的母亲突然介入 直言孩子长得和赵志小时候 简直一模一样 根本无需怀疑 然而赵志却坚持自己的观点 并拿出了妻子不忠的证据 只因四岁女儿长得不像自己 丈夫坚决要做亲子监谍 生小孩的时间对不上 相当于是怀孕了12个月 当她把这个怀疑告诉父母时 不但没得到理解 父母反而联合妻子将她赶出家门 原来两位老人并非她的亲生父母 早年间她的养母始终对她的身世守口如瓶 直到18岁小赵才得知了真相 正是因为自己的身世问题 她才铁了心要弄清楚女儿的真相 然而一提起这个儿子 养母总是流露出无尽的悲伤 养母透露 赵志从小就桀骜不信 还染上了很多不良恶习 长大后更是未能按她所期望的路线走下去 逐渐变得玩物丧志 对于赵志要求进行亲子鉴定的决定 养父认为这会对儿媳和孙女带来极大的伤害 他仅仅因为站在儿媳一边说了几句话 就遭到了儿子的反目成仇 事已至此 养父也逐渐看清了赵志的真面目 他对赵志明确表示 如果坚持做亲子鉴定 那么父子之间将恩断一绝 赵志却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这种决绝的态度让他的妻子忍不住爆发 正当赵志情绪激动准备动手时 记者及时介入 阻止了冲突的升级 为了平息这场矛盾 梁丹最终同意带着孩子去医院进行了亲子鉴定 等待结果期间 他们被邀请至演播室 主持人询问赵志 如果孩子确实是他亲生的 他打算如何处理这一关系 赵志的回答让主持人哑口无言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弄 你真的 我从小都不知道父爱是什么 我也不可能可以 他也不爱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这个听上去有点像耍不赖啊 他表示还没有准备好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 主持人劝解他不如先向妻子和母亲认错 但赵志拒绝接受任何建议 甚至坚称如果真要承认错误 他宁愿不当这个父亲 听到这里 梁丹怒不可遏 两人立即开始争吵 幸亏主持人及时制止了他 最后亲子鉴定结果证明 孩子确实是赵志与梁丹的亲生女儿 你们是千真万确 百分之一百的三口之家 两个人分别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 然而赵志对这个结果表现得异常冷漠 坦言这个事实对他而言已无太大意义 他依旧坚持要和妻子离婚 并提出如果妻子想要抚养费的话 自己也没钱 顶多拿出一点钱施舍一下就是了 主持人最终拟定了一份协议 俯养权归女方 男方拥有探视权 女方不得阻挠男方的探视 但男方探视要提前预约 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为 男方月工资的33% 最低不低于每月一千元 两人第二天办理了离婚 这段持续了四年的婚姻 最终也只能以这样的结局收场